老板不在,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 遇到这样的丧失就是这时候要换了啦 其实打工一族无非是想要找一些钱 然后寻找一些满足感或者成就感而已 只要老板知道他们员工要的是什么 然后满足他们,就是那么的简单 有没有任务的工作 功劳仁仁爱,可是如果你的老板 想凡事是强了你的功劳,还忘了你的付出 那么你就要小心啦,等可你连你的命付出了 你也没有顺值的机会 这个月的最佳颜工是 这种通常会发生在一些比较没有能力的上司身上 你问他的时候,他给不到你答案 可是你做出来的时候,永远都不知道他的胃口 我想问一下,看你一件 不知道你对英诊人的看法呢 你讲一下 那如果我们公司请英诊呢 你讲一下 你不担心你的管理会不会太差呢 你想一下 遇到这种老板,通常你大部分的时间 都不在想着你的工作 而是在想他到底要的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其实发生在任何的关系上 都是非常地严重的 因为人与人之间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误会 而沟通真的是解决这些误会的最好方法 老板,我如果有时候出国去看上我们分公司的发展 新款怎么样 好 老板,这样我先去分公司 我有请你去吗 你不想去我的手吗 我讲去你的头 有 我敢说在这样的团队里面 你们要花时间解决人性问题 多过解决事情 遇到这样的丧失 其实也不用太伤心 至少在短期内 因为你也是可以靠拍马屁来生存的 Kubin,我问一下你 你知道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们公司一阶子 就可以成为这个国际品牌吗 老板,我告诉你 在你精明的频道下 我们公司早就是指令品牌了 成为国际品牌 Sup up soy,指导我是 你们这种诚实年轻人 林北最喜欢 有前途 以后公司就靠你们了 不过一间 只靠拍马屁的人才组成的公司 也应该不会在这个领域生存很久 遇到以上的问题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换一个工作 也许你只需要换一个部门 或者换一个工作的方式 因为以上的丧失很可能 会让你失去了学习 或者升职的机会 有一些甚至还为你带来了 不必要的人事问题 好了,又到了维生了 如果你们对我们的影片 还有什么看法 欢迎你们留言 我们下个星期见 我们下期见